Cuz 兩個還不大一樣 先幫我們講幾句話 祝福他們好不好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們的語言治療師跟聽律師 那我想今天 雖然在疫情期間 不過我想 該過的節日還是要過 我即使現在年紀也慢慢有了 我還是蠻喜歡過節的 因為過節這種儀式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 這個節日 這一天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樣 我想這也是生活 很重要的其實就是要對 我們這些專業人員的肯定 所以我想 語言治療師或是聽律師 就是一種專業而且這個是對 我們的 其實蠻重要的假如不會說話不會聽 那 其實就 我們人人是望目之領 聽跟說 這個應該是蠻 蠻重要的兩個 兩個 兩個功能 我知道我們台大醫院特別是 附健部 很多都是在我們 應該是說不只是在台灣 可能在亞洲很多都是 首創而且也做得 非常的好 那 語言治療師 那聽力我想在 表克也是蠻 蠻重要 今天借這個 節日 這個 過節的時候來跟大家 送上 送上願望的祝福 那 也這個 端午節也快到了 我們端午節應該願望也會有 啊 端午節的獎金讓大家可以 啊 用這些獎金去買 買沖子 那最後祝大家 語言 師姐跟 聽力師姐 快樂 謝謝 要看誰舉得快 語言治療師姐是哪天 喔 很難取捨啊怎麼辦 每一個都很快 來 123 喔 這個這個比較快 6月1號 謝謝謝謝 唱一首 跟歌詞中有說的歌 幾句就可以喔 譬如說五月天的乾杯就有說嘛 你說你 想要靠 天天注定要落腳 你也要 有一個說了 剩下空心要不要 喔好棒喔 好強 這個是章魚的歌嘛 要知道 預備 北京 他們 說 世上 沒有 通話 他們 說 感情 都是 虛假 啊 哈哈 來啦 讓我這個讓我們 成熟人來搬一下 所以這裡 這裡這個第一題一定都是最簡單的 你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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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舉快點 聽歷斯解釋哪一天 好來啦 6月1號好答對了答對了 來來來來這個 第二題好像有一點比較難 對 他說聽歷斯的起源 是 為何 答對了 對對對 答對了 就是 就是 二戰以後因為要搬出 戰爭而聽歷收損的 軍人 今天給他 大家擺住一下 來樂長我們來分享 這是我們的那個 易卡通 來來 好 只要唱歌詞中跟聽有關的 好 一二三 請聽 還哭著 哇好厲害 太厲害了啦 那 代表來 聽比說容易 哈哈哈哈 語言治療師節快樂 聽歷斯節快樂